中文字幕——YK 将触及服貌争议各界瞩目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2014年4月10日的实事求是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是史哲伟 乌克兰现在越来越乱了 除了东部的地区不断地出现 要求独立公投的声音 与当地的警方冲突不断 国会里面议员的派系之间更是水火不容 在8号的时候议员就发生了全武航 两方的政党是互相的指控 甚至还冲上了讲台 大打出手 场面混乱 一拳又一拳像仇人一样猛打 一个国家要混乱 就会先有一个混乱的国会 乌克兰国会8日上演全武航 共产党的议员指控 今年年初示威者 以攻占政府大楼方式 意图推翻时任总统的亚努科维奇 让奋力主义者 现在也有样学样占领政府大楼 此话让其右派议员大为不满 冲上前理论 双方扭打前一团 都有议员挂彩 国会打架乱哄哄 乌克兰境内的东部地区 也到处都是独立公投的 亲俄示威活动 这些报名四处占领公家单位 连电视台也挡不住报名的闯入 顿内斯克和卢干斯克等东南部城市 政府大楼也全部被占领 乌克兰随后只派大量震报警察出动 进行驱离 才夺回了这些大楼 但是却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紧张 乌克兰的分裂各界都将矛头 指向唯一获利者俄罗斯 北约等武装力量也出面喊话 要求俄罗斯马上注手 除了北约 美国国务卿凯瑞也在国会表示 美国将进行下一波更严厉的制裁 务必要让俄罗斯总统普丁 停止侵吞乌克兰的行动 但是普丁却继续地保持低调 不解释 让乌克兰的情况完全让人摸不清楚 记者 福尼超报导 好 郑亮兄我们现在呢 就是整理这整个情势 基本上就是继这个乌克兰南边的 克里米亚半岛脱离乌克兰了以后呢 现在大部分的厄语区的东乌克兰 也陷入了动荡 然后有三个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呢 一度或者是已经被亲俄的人士给攻占 而且还悬起了俄罗斯的国旗 然后呢有一个说是要成立这个 乌克兰以外的顿内刺客人民共和国 然后伊克里米亚的模式来加入这个俄罗斯 对于这个发展你意外吗 相当意外 没想到这么快就发生 事实上本来大家是在预期说 这个就撑到这个新政府改选为止 因为这个新政府俄罗斯并没有承认 然后亚隆克会奇又回不去 这里就是卡住了 因为这个核线性的问题双方各有坚持 所以本来就想说如果能够撑到五月 然后就改选 那双方争议就消失了 结果现在变成是在核线宪法的危机 还没有解除之前 这个争议就出现了 那这个就很麻烦 因为这个很难不让人家联想到 没有俄罗斯在后面当黑手 因为同时有三个地方都发生这种事情 而且本来就清俄了 而且事实上也是讲俄语的 这个当然也要怪新政府 因为新政府在掌权之后 第一个事情就是把俄语 作为官方语言给取消了 所以当然就激怒了这些人 就是说你干嘛做这个事 因为你在经济上要清西方 那这个各有争议 可是你连这个文化认同的这种东西 你都要做一个表态 表示说这个乌克兰族是为主的 那当然俄罗斯族就产生了 这个内心的恐慌 那危机感就 这个就变成是感性的东西了 就已经本来 本来是经济利益的东西 那现在就加上了 这个民族主义的东西了 所以我是觉得相当的难解 那现在是传出就是说 四方会议下礼拜要召开 就这个欧盟 然后美国 美国 欧克兰 欧克兰 我认为也不会有结果 因为俄罗斯的筹码太多了 事实上俄罗斯本来的想要做的就是 我就给你涨天然气 我看你能撑多久 我们前一阵子听到的是说 他要涨75% 因为他的债务没有还 所以他就直接给你涨 那你在短期之内 你的产业结构也不可能调整 乌克兰油大量的货品 都是卖给俄罗斯的 所以你几乎可以去想象那个结果 就是说我就用经济上的压力 让你的老百姓好好想清楚这样 我觉得俄罗斯的方法就是 施压到五月改选的时候 然后看你的老百姓会不会想清楚 我觉得他的逻辑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他这个逻辑通不通 就要看这个乌克兰人的这个意志 民族意志 说实在话 这个有时候很难讲 比如说立陶宛 立陶宛那个时候要独立 就是哥尔巴乔夫 让他哥尔巴乔夫 让他独立 那那个时候哥尔巴乔夫也反对 而且是切断天然气 那他是百分之百的天然气 都是俄罗斯的 结果他居然一个月都改骑脚拉车 这个就是意志 那立陶宛后来还是独立 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节制的动作 就是说这个哥尔巴乔夫 他没有派军队进去 不然立陶宛也不可能独立 说实在话 可是就是说在那个结构上 就是说因为哥尔巴乔夫他自治 他没有做出军事的行动 然后立陶宛老百姓也撑一个月 就撑过来了 结果公民投票本来是93 支持独立 93 所以你就知道说 那个地方确实 民族意志是很强的 那当然这个跟他那个位置也有关 因为波罗地海三小国 在历史上是跟北欧比较接近的 所以他们向来就不认为他是跟俄罗斯在一起的 那乌克兰比较不一样 乌克兰事实上会形成今天这个局面 是历史上几个大矛盾造成的 不然本来乌克兰跟俄罗斯关系还没有那么坏 第一个就是史达林 他杀了太多人 那有很多乌克兰史被史达林给清洗了 那第二个就是春罗比尔事件 因为也是在发生在乌克兰境内 所以这两个大概就造成了很多人对于 这个俄罗斯中央政府的不信任 认为要么就是我被你迫害 要么就是这个发生了这种河变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一直到很后面才知道 就被引力讯息这样 不然你看历史上他还出现过赫鲁雪夫这样的领导人 克里米亚人嘛 广义也像乌克兰人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们关系本来没有那么坏了 那就是坦白讲国际力量都在里面了 对 而现在这个乌克兰已经少掉了克里米亚了嘛 那如果说东乌克兰这三个城市也是要有样 对 还没有被承认 那如果说东乌克兰也要有样学样的话 那乌克兰还成一个国家吗 当然不成 而且这次这三个大城都是很重要的城市 有几个城市人口都超过四五百万人 对 对内刺客 那是很大的城市 而且是煤矿都是工业的重镇 这个乌克兰绝对不可能允许这个事了 所以就是内战了嘛 坦白讲这个几乎就是内战了啦 所以因为乌克兰他是下通牒说48小时他要恢复秩序嘛 那他就立即行动了 对 那他目前是暂时因为俄罗斯也不好介入 因为你这个介入就违反国际法了嘛 克里米亚还有一点灰色地带啦 你可以说过去在苏联时期你是送给乌克兰 那你心里不甘愿 可是你说乌克兰的边界那就这个就不能 就不能再说有什么宪战上的争议了 那当然目前的国际上就是说如果对境内的少数民族 要由公民自觉要独立 那这个通常要整个国内多数人的同意 这个还是基本原则 否则的话那世界就大乱啦 而且很多国家恐怕都不会答应啦 所以目前这个俄罗斯也知道就是说 他去鼓动乌克兰东边那些俄罗斯人 来搞民族自觉 在国际上是不现实的 可是就是说这一群人确实是一面倒向俄罗斯 所以这个是乌克兰内部自己的问题 就是说他比台湾还严重 台湾事实上这个统跟毒虽然有 可是他这个还包括种族问题 那就很麻烦了 连语言都不一样 然后当然有这个经济上的选择 那是要加入西方联盟还是俄罗斯联盟 那台湾这个问题也没那么严重 因为台湾不认为前ECFA跟TPP是冲突的 我们还是认为两个都可以做 可是乌克兰居然把它搞成是两个是对立的 那这个逻辑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俄罗斯并还没有准备好 要跟西方前FTA 所以他不准乌克兰加入东方西方 所以就在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经济矛盾 然后你乌克兰的新政府 又搞出那样的事情 在文化认同上贬义俄罗斯语 那等于是这些少数民族 他当然就觉得他被迫害 好的 而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东部的局势 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而同一个时间 针对乌克兰东部的分裂危机 美国的国务卿凯瑞则是警告 他们认为俄罗斯是煽动东部侵恶行为的幕后主使者 而且对于如果如果再发生这个如同克里米亚的情况的话 他们会深感不安 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则是认为 美国不应该再用他们的观点 去解读俄国的任何行为 这些明确和不错的关系 在双址和在双址的行动中 在沙发的行动中 在东方的乌克兰 是更多的 深刻的灵魂 无人应该被骗死 和信我 无人是骗死 在什么可能性能够 承评俄罗斯的反应 对于是军事的 正如我们看到在与美国的 我们的美国的伙子 而在我们现场进行点评的是文化大学的教授 郭正亮 郭兄你好 大家好 郭兄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乌克兰的内政部长 他昨天威胁说 要在48小时之内 对资势分子 就是攻占三个城市 行政大楼的资势分子进行动武 你觉得可不可能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他会不会给囤兵在乌克兰边境的俄罗斯军队 更有理由去介入他们内部的事务 这个会让你联想到 当年捷克跟纳粹的情况 是 你记不记得 纳粹就是借口要进去保护 近年德国人 对 对 苏德丹区 对不对 那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 捷克境内有部分的德国人 然后他就借口说 他们认为他们受到迫害 对 然后纳粹后来就进军 对 这个非常的像 不过就是说 经过二次大战之后 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 问题在于就是你有多少筹码 可以对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对 因为俄罗斯实在是太大了 尤其是他跟美国 美国几乎没有任何筹码 因为他跟美国的贸易只有1% 他主要贸易是跟欧洲 他跟美国的贸易非常少 所以你能够做的都是一些国际组织 比如说G8 比如说你不让他参加 对普京来讲他也不一定要参加 因为目前他的大宗的出口 还是天然气石油这些东西 他的工业制品也不是很强 目前事实上也是整个国家主义 在往上升的时候 所以我是认为对普京来讲 他更在乎的恐怕是德国 可是德国到目前为止还是蛮谨慎 因为德国有40%的天然气 是从俄罗斯来的 所以这里面就变得很现实 就是说德国现在事实上也想办法 把他的天然气的来源更多元化 可是这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 它需要长时间 要慢慢转 整整的基础建设等等的东西 事实上我本来就跟你讲说 这个僵局本来是大家期待 大概是5月政府改选 那谁赢呢 那总是有正当性 目前就是卡在于 俄罗斯不承认乌克兰这个政府 然后亚努克维奇 欧洲跟美国不承认 现在是卡在这里 那当然克里米亚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克里米亚俄罗斯承认 那乌克兰新政府恐怕也不会承认 所以那个变成长期的僵局 那长期的僵局就变成 事实上克里米亚也没有办法 并入俄罗斯 那他现在顶多就是 还是目前这个状况 就黑海舰队继续待着 然后那个政府跟乌克兰的关系 就变得有点尴尬 那这样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那至于目前的危机 我认为 俄罗斯的军队介入的可能性蛮低的 所以我是认为乌克兰还是 会进行霹雳行动 还是会把他们做适当的处理 对你刚刚提到了就是说 这个状况跟1938年的时候 这个希特勒跟纳粹德国跟捷克是状况有点像 有点像 这就让我想到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前两个礼拜的时候 他在宣布接受克里米亚公投结果 而且接受他加入俄罗斯的时候 他有间接的表示 他们有直接说 他有间接的表示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其余的地区 并没有领土的野心 对 你相不相信 我可显然美国不相信 对 显然美国不相信 因为政治是这样 就是他总是这个运动 如果绕到一个程度 对 那国际上就必须面对 对 因为法律跟政治 本来就是一个辩证关系 对 那如果说 乌克兰境内的百分之二十几的俄罗斯人 不断的被煽动 然后就变成一个长期的内部的不安 那这问题就要面对 对 这好像就好像比利时一样 比利时事实际上也有一阵子 法语的跟其他语言的相处的不好 对 那只是说他后来用更包容的民主 来重新设计制度 所以比利时好不容易还维持一个国家 瑞士也是这样 所以西方并不是没有这种经验 多民族的国家能不能在一起 那如果是比利时 这个我们刚才讲比利时跟瑞士 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对 可是那个国家还是很脆弱 那只要种族主义起来 那大概又碰到矛盾 那乌克兰会不会能够进入那个状态 坦白讲谁也不敢讲 因为他的民主的程度 恐怕跟兰斯拉夫差不多吧 兰斯拉夫当年就是这样就崩解掉了 对不对 而且后来还发生了种族侵袭 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 乌克兰的民主也不是很上轨道 你可以看到包括以前那个总理 后来的总理 两个都贪污 不是吗 后来都被发现都有很严重的问题 那都有很严重的滥权 然后各有靠山 一边靠西方 一边靠俄罗斯 所以你说是不是可以靠自己内部来产生 我们所谓的冲突的解决 或者僵局的一个化解 这个目前真的看不到 目前真的看不到 因为新兴的民主国家 有太多这个case了 比如说泰国也是一样 黄山军 红山军 你也没有看到 有很好的一个正向的发展 那就更不要讲什么埃及 土尼西亚那些国家 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很难回答你 我只能够说 对俄罗斯这种国家来讲 你如果一直对我的俄罗斯的族意 维持这样的态度 对 那他要煽动实在太容易了 那接下来我问的这个问题 可能你也很难回答 就是北约有警告俄罗斯说 如果进一步的干预乌克兰的话 将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而且带来严重的后果 你是怎么看 因为你已经讲了 就是说现在乌克兰境内的这个状况 还有俄罗斯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处境 你有点觉得很难回答 那现在北约显然是假设说 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对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同一个问题 所以从北约的这个警告的角度 你是怎么看 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说双方在较劲 那事实上北约也是 目前乌克兰政府的背后的影子 说实在话 因为甚至有人说基辅被占领的时候 有西方的人在现场发钱 就是那个国际的力量 根本都进来了 俄罗斯也进来了 西方的力量也进来了 所以本来就在较劲 所以你在讲 你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只能够说 因为政治有时候也是和平演变的 对 你说俄罗斯这些人 会逐渐形成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比如说他可能在下次选举的时候 然后在他的地方选举 就全部排斥乌克兰人 这也有可能 我看选举必然是这个结果 然后他在国会里面所选上的国会议员 就是一面倒主张独立 这个事实上英国也发生了 我们不是有苏格兰民族主义党 苏格兰现在还要公投要独立 那你去想一想 那个SNP就是苏格兰民族主义党 它发展多少年 它已经发展三十几年了 那到现在才开始推苏格兰独立公投 所以你说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 很难讲 我是认为 这个已经注定这一群俄罗斯人 他恐怕早晚会组独立党 OK 那我们现在回到克里米亚问题 现在克里米亚加入俄国 基本上已经是目以成舟了 那会不会有西方国家 对俄国实施经济制裁以外的 更多的动作呢 我觉得非常困难 非常的困难 因为黑海本来就是俄罗斯的内海 对 这是它的地盘 这个我们广义讲叫门罗主义 这个叫俄罗斯版的门罗主义 这个就好像加勒比海 你想去惹美国你惹惹看 那你去惹克里米亚就好比要惹黑海吧 对 那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是绝对不会客气的 是 我认为他绝对不会手软 因为如果这个地方他都失去了 那恐怕他已经在欧洲已经没有筹码了 所以我觉得他绝对不可能手软 好的 接下来广告回来以后 我们要来看的是呢 南韩分别在三月跟四月的时候 与加拿大跟澳洲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而台湾是远远落后 欢迎回到我们十四周一视的节目现场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是史哲伟 南韩恰签自由贸易协定又有了重大的进展 韩澳之间的FTA从2006年开始谈判 历经了七年四个月 终于是完成签署了 预计年底生效之后 南韩的汽车业将会大幅的提升竞争力 可以跟日本是一较高下 而澳洲呢 面对南韩的酒类跟农产品 也会取消关税变得更便宜 虽然这会对南韩的农民带来影响 不过放远来看的话 南韩积极的签署 FTA零关税的覆盖率已经高达了百分之八十 而相较于台湾是百分之九点六 这个出口的竞争力是远远的不如韩国 南韩总统蒲警惠和澳洲总理Albert握握手笑的好灿烂 8号在清瓦台见证韩澳自由贸易协定FTA 历时七年四个月 确定签了最快年底就会生效 这是南韩签署的第十一份自由贸易协定 南韩的出口竞争力已经超越台湾 南韩FTA零关税覆盖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八十 相较之下台湾只有百分之九点六 为了和日本汽车业一较长短 南韩也很紧张 现在有了FTA 南韩汽车业即将发威 3000cc以下的汽车 电视冰箱机械卖到澳洲全部免关税 三年之内所有汽车免关税 五年之内出口澳洲的产品也几乎零关税 而南韩买澳洲进口的农产品 包括酒类和五分之一的鱼都免税 换句话说南韩用了汽车换农业 受到冲击的还有澳洲牛肉 进口韩国免关税之后 牛肉价格会降低对消费者有利 但是也影响到了本土畜牧业 整体来说南韩的国内生产毛儿GDP 可以增加0.14% 两国的GDP可以增加超过200亿美元 也象征南韩的经济竞争力 将会在澳洲再创另一坨高峰 切金珍综合报道 而同一个时间呢 针对台湾的服贸问题 台湾的领导人马英九跟华府的智库 举行了视讯会议 强调说台美安全跟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他同时也重申了服贸的处理呢 虽然要说需要慎重 但是一定要在立法院里面通过 现场的美方专家认为 马英九的发言是全面又清楚 相当的具有说服力 而前世界银行的总裁 沃夫维兹呢 他则认为说服贸的反对派 他们的方向是错了 来看中天特派张国华 来自华府的报道 华府视讯会议的现场座无虚席 马总统演讲的主题是纪念台湾关系法 立法35周年 不过他特别强调台美安全与经济关系 一再表达加入TPP的愿望 美方人士相当关注台湾最近爆发的 反服贸学生示威活动 马英九在回答提问时表示 两岸经贸议题的处理需要慎重 但是服贸还是一定要过 两岸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 马总统的发言内容全面方向清楚 担任时讯会议对他人之一的 全世界银行总裁沃夫维茨 则表示服贸不仅对台湾有利 而且也受到美商的欢迎 安全与经济是马总统 视讯演讲的重点 而在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上 现场美方的专家认为 他们的确听到了他们想听的话 记者张国华 众议庭 华盛顿的报道 好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看到南韩在第一则新闻里面 跟澳洲经过了七年 而且有七个回合 终于签订了FTA 而在台湾因为EGFA的服贸争议 解决不下 卡在那里进退不得的时候 他们这一则新闻就显得特别的显眼 其实上个月还有加拿大 对 三月的时候 那很可能在年底还有中国 那这个更不得了了 所以韩国事长从1998年 一路推到现在 从金大宗就是朝野共事 因为他的总统只能当五年 不能连任 所以是不分党派 不管谁当总统都继续推 所以从金大宗 卢武炫 李明博到普景慧 都把他当作国策 而且还因为这样来整编 外交跟通商部 那他目前的谈判的人才 大概将近两百多人 那台湾大概只有四十个人 对 因为谈判FTA是需要大量的研究的 因为你要提出 你的就业冲击报告 产业冲击报告 你才能够跟对方来谈判 对 那加拿大跟澳洲一般认为是最难谈 因为农产品要进口 那除了像香港跟新加坡之外 谁都不敢惹农民 所以南韩为什么有办法谈成 就是因为他跟美国已经过关了 他已经处理过美国的农产品了 所以他就比较有经验 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事实上他现在跟中国卡关 主要也不是中国的农产品的问题 主要卡关的是 他的石化跟钢铁要进大陆 然后大陆对他的关税要降多少 还没有谈妥 可是大概已经谈到百分之八十几了 所以事实上 这对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讯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唯利时代 一个产业能够赚三到四%就不错了 那这个动辄降的关税都是五% 比如说这次 最明显就是说 韩国他选出了他的主力产品 他就是要有助于汽车 那这个澳洲跟加拿大 大概他的汽车的关税是百分之六多 然后汽车领主间是八 那这个是太有利了 所以显然就是他用这个东西 就可以跟日本竞争 因为日本还没有签 所以他的对象一定是日本 然后也许还包括美国 就是说他希望能够扩大 他的汽车的生产 那台湾就必须要想定 你到底签FTA的目标何在 因为如果你的竞争力就是不行 你签FTA事实上是更惨 说实在话 那韩国当然是经过算计 所以我才说研究很重要 那台湾一直让人家觉得 就不知道你的国家的产业方向 是什么 那事实上就变得韩国一路冲 比如说他如果今年年底 跟大陆签FTA 那如果他得到了面板 我们说面板的这个中间产品 如果他得到这个项目的话 那大陆目前这个税 大概是5个percent 那台湾就会受到重击 那台湾这个重击就不得了了 因为面板在台湾的雇佣人口 大概有10万人 然后在银行的借款 就超过4000亿 所以你去想一想这个后果 那比如说还有汽车 比如说汽车如果大陆 也对韩国做让步 比如说整车出口 整车出口大陆的关税 大概有20几 那你去想一想 那台湾怎么办呢 你汽车要嘛 就要到大陆投资 像玉龙就必须去那边 跟他的东风合作 对不对 不然你怎么办呢 因为20几% 你再怎么竞争也没办法 那我们前一阵子也传出说丰田 因为中日关系不好 所以丰田想把工厂来设到台湾 经由台湾 来卖到大陆 对 可是前提是 货贸协议 对就是这个 整车出口的关税必须要降下来 目前是20几% 那这个投资就是1000亿 那可以在台湾产生多少就业 所以我说这些问题都是联动的 所以有人估计过 就是说 这个加拿大跟澳洲 对台湾的冲击还没有算很大 因为我们跟他的贸易额没有那么多 对 可是我们跟韩国出口有63%是重叠的 63 那已经很明显的是他签了欧盟 他签了美国这两大市场 然后接下来他要签东盟 然后还有中国大陆 如果这几个地方他全部都签完 那日本势必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中日韩FTA很可能就会在这个情况之下加速完成 就中国是先联合韩国来逼日本 那这样台湾就完蛋了 我坦白讲真的是完蛋了 因为我们现在出口有40%到中国大陆 然后有24%到东协 然后有11%是到美国 那大概有15%左右是到欧盟 那你怎么跟韩国打呢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就是很简单 尤其是货帽 我们不讲福帽 福帽事实上对台湾冲击没那么大 它事实上产生的好处也没那么多 可是问题是它联动货帽 那目前因为是这个气氛 所以货帽有点都停止了 那这个对台湾伤害是非常非常大 对 而我们在看到韩国跟澳大利亚 他们在谈判一开始的时候 有就一个问题叫做ISD 就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这个东西卡在那边 而且一卡就是隔一两年 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叫做ISD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我们知道它叫做 Investor 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然后它是基本上是要保护 南韩的产业在跟澳大利亚的政府 就是发生了争议的时候 它能够受到保障 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在一般的FTA里面它都是存在的吗 这个我们的ECFA里面也有这个项目 对 就是争端解决机制 那通常这个可能会 比如说牵涉到了 这个比如仲裁法院要在哪里指定 要在哪里指定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整个仲裁的程序 那我们跟大陆事实上也在敲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是在大陆内部 我们这边不能接受 那到台湾它也不能接受 那怎么办呢 那韩国一定也会炒这个问题 因为你可以看到像韩国三星 只要跟苹果打官司 那只要在美国里面所管辖的法院打官司 那一定是对你不利的 所以它势必第一个就是争取这个管辖法院 管辖法院 然后那个程序如何进行 那另外可能还包括有一些项目 它不一定是透过这种程序来解决 因为这个叫仲裁 那这个已经走到法院去了 那有一些可能是透过什么样的行政程序 那行政程序就会包括 你是不是有哪一些项目 还可以用后续的补充协议来补充 那这个部分可能大家都还在谈 因为一开始FDA都是这样 就是你先就你比较可以处理的项目 然后处理完了之后 大概就开始牵涉到交易 因为一定是互补性 我有一些比较强的 或者想要发展的项目 我特别想要进去你的市场 那我相对就必须对你的 你比较强的项目做部分的让步 可是这里面就会有一些灰色地带的项目 那那些项目可能就是这一次FDA没有谈定的 比如说他跟澳洲 他的开放度大概 他这次没有到90% 大概是83%左右 那里面可能就未来有一些事项要如何进行 这些可能都会包括在里面 我们这一次能不能说就是在这个澳洲跟南韩之间的FDA 可以说是一个win-win situation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南韩的这个强项 比如说机械啊 电器啊 还有这个汽车啊 马上就可以零关税的进去了 而这个澳洲呢 比如说他们的天然气 也可以就是出口到南韩 而且呢 就如同你稍早的时候讲的 就是南韩处理过美牛问题了 对 所以这个美牛的关税呢 是分成15年 才把它慢慢的降到没有 对 这对这个两国来讲 能不能算是一个双赢的一个解决方式 当然是啦 事实上通常FDA只要能够谈定 的重点就是在于 你有没有很有竞争力的产品 对 所以很多人事实上都在质问台湾 就是说你现在急着要签FDA嘛 那请问你产业升级了吗 即使你签了FDA 你也不一定会赢韩国 就是假设我们现在 我们当然没有FDA 是更输韩国啦 对 可是假设说我们到中国大陆 我们跟韩国同样都有FDA 那你能赢韩国吗 因为事实上韩国现在跟大陆也还没签 对 可是韩国的产品在中国的市占率 现在已经在9.2到9.4%左右 对 那台湾已经降到7%了 我们是从8.6%一路下降 现在都没有FDA 对 那为什么他再往上走呢 那为什么你往下走呢 所以我的意思说 经济不是只有关税问题啦 对 更核心的是你有没有竞争力 那所以为什么你刚刚讲到的 就是说韩国为什么一下子 就可以找到他的 我们讲拳头产品 汽车 因为他的关键产业的设定是很清楚的 对 他就是汽车 钢铁 石化 这就是他要的 他几乎针对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啦 或者是机械 那尤其是汽车 因为汽车可以带动很多周边的产业 那他的产值很大嘛 那台湾有没有这样的产业 恐怕台湾是没有这样的产业 比如说对台湾来讲最有利的是工具机 对不起他产值不是很大 就是他对于带动你整个经济 那可能只是其中一个项目 所以台湾真的要反省的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真的以后 即使你都谈定了FTA 我们没有谈定是很劣势 谈定了你就可以打败韩国吗 不见得 不见得 好的 广告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 博鳌亚洲论坛呢 肖万长跟李克强今天进行会谈 将会触及福贸争议各界瞩目 博鳌亚洲论坛今天开幕 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呢 演讲聚焦政经议题 他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各国的利益所在 对TPP以及RCEP呢是持开放态度 甚至可以考虑启动亚太自贸区 也就是FTAAP的可行性研究 来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利益的最大化 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水平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关系 也就是所谓RCEP 是东亚地区参与成员最多 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谈判 是对既有成熟自贸区的整合 又有比较强的包容性 符合亚洲产业结构经济模式和社会传统实际 采取循序鉴定的方式 兼顾成员国不同发展水平 不排斥其他区域贸易的谈判安排 中方愿意各方一道积极推动谈判进程 与此同时可考虑 启动亚太自贸区FTIP的可行性研究 以实现亚太地区贸易投资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TPP持开放态度 只要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 有利于公平开放的贸易环境 中方乐见其成 我们坚持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在全球贸易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二者并行不备相互促进 希望RCEP在2015年能够达成协议 好我们看到这个李克强在开幕式讲话里面 他对于这个RCEP是大力的赞扬 然后之后他提到可以考虑启动这个FTAAP 也就是亚太的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的研究 之后他才提到说对TPP的开放态度 你对他从RCEP然后FTAAP 然后再讲到TPP 这样的三个的前后顺序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或看法 因为TPP是包括更多的内部的规定 不只是针对贸易体制 可能还包括国营企业的限制 还有政府采购行为 那这些东西当然大陆现在的体制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他当然是放在最后面 那FTAAP只是他既有的RCEP再扩大 那基本上还是属于FTA的多边的扩大 那只是说他要先从RCEP开始 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先从RCEP开始东盟加3 然后扩大为整个亚太地区 然后接下来再针对 你对于我内部的一些特别的体制 对我有所要求的 那他也许认为那个时间可能更远 比如说恐怕要五六年以后 甚至要十年以后 那那个时候他的国营体制可能也改变得差不多了 那那个时候大陆要参加可能性都高一点 所以这个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不过就是说他这里讲的一个态度是很重要 就是说他对TPP并不敌视 是持开放的态度 对对因为很多人 事上大陆也有很多学者 认为TPP就是要来包夹大陆的 他是基本上在中国这个周边的一些国家 要把这些国家纳进一个新的经济体制 然后采取比较高度的开放 还有内部的一些自由经济体制的要求 用这样来跟中国大陆做区别 那本来大陆对这个是有点防范心 那现在表示他已经看开了 那我觉得这个看开事实上是一件好事 就表示就是说他对于他的对外开放的持续的 不断的发展他是有自信的 那这个跟十八大还有上海自贸区 这逻辑是一致的 那我觉得在这里表达这个意向 就表达说这条路还是长期 至少十到二十年都会是大陆要走的路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第二个就是他对于他的经济竞争力 是有信心的 所以他不怕 所以对于这个 事实上自由贸易本来就对 比较有竞争力的国家有利 所以对德国有利 对南韩有利 对美国有利 那就是说你如果对自己的产业结构有信心 你当然就不怕 因为像中国那么大的国家 当他跟人家签自由贸易 他扩大市场 那即使外资要进来 那他不怕你竞争了 那就表示他的产业的多元结构已经形成了 那也有相当的竞争力 他并不怕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 我们把这个议题稍微缩小一点 就是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马政府一直是想把这个加入RCEP 还有TPP 当作是一个高度优先的项目 对 那么当然了 在没有这个中国大陆的默许之下 要加入这两个自贸协议 基本上是不可能是原木求鱼的事情 所以听到了李克强对TPP 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 而不像是一般我们所听到的 或者在大陆的舆论 或者是一些专家的见解 认为TPP是要拒这个中国 于其强门之外 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讲的话 这对台湾可不可以说是一个 比较令人振奋的消息 这个参加有具体的程序 因为目前TPP成员有12个 那里面有6个跟大陆是第一贸易国家 那另外6个是第二贸易国家 所以大陆虽然没在里面 可是依照程序 台湾必须要取得12个国家的同时同意 是共视觉 所以中国大陆坦白说 他要在里面制造你的压力 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有6个国家是他第一大贸易国 那你要不要尊重大陆的意见 比如说我随便讲好了 比如说我们的福贸 我们的福贸开放度只有65% 结果谈成这个样子 那你后面的货帽 坦白讲我们有8000项都还没谈 那以目前大家这种戒胜恐惧的心理 我们的货帽我估计开放度也不会超过80% 那跟韩国怎么比呢 韩国都是90% 那你这些这个戒胜恐惧的心理 就变成就是说 比如说大陆他如果要去影响 这个TPP里面的国家 比如说他要去影响越南 他要去影响智力 他要去影响韩国 那是很容易的事啊 那只要这三个国家说 如果我们对台湾跟大陆的不够开放有意见 那台湾就卡住了 那更不要说RCEP 因为RCEP中国的主导性更大 因为事实上就是他主导的 所以是因为他让利才牵得出来 那里面有更多国家是他完全可以掌握的 比如说柬埔寨 他如果要让柬埔寨讲一些话 那台湾也没有办法 那RCEP的程序 参与的程序跟TPP完全一样 就是你晚到的国家就要经过已经到的国家 全部都要同意 而且要一国一国谈 所以就你那么晚才开始嘛 所以你现在就吃到苦头了 就越晚进来的国家 你的开放度就必须越高 而我们现在再换到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这一次呢 这个李克强跟台湾的代表 也就是肖万长这样举行会晤 那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一次呢 受到影响的这个福茂协议一定会被在这个 不管是在开门的会议 或者是闭门的会议里面会被提到 那你预期他们会谈些什么 能谈得出什么一个定调定性的说法吗 我认为不会 因为事实上见面的时间只有30分钟 事实上肖万长这次去是谈两个议题了 倒不一定是福茂 他是谈第一个是两岸产业合作 因为我们有很多产业 事实上跟大陆已经是竞争关系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从竞争关系 能够变成是一种比较互补 或者是合作的关系 那第二个就是区域经济参与的问题 就你刚刚讲的RCEP 肖万长主要是要谈这两个议题了 那我认为这两个议题 30分钟恐怕都已经不够了 那因为福茂 目前大陆已经表态了嘛 事实上大陆国台办都已经讲了 那是台湾内部的因素 那大陆并没有改变态度 还是希望跟台湾 能够让福茂能够如其的生效 所以我认为大陆 不会介入台湾的福茂争议 他顶多只是说 那台湾自己内部会自行解决 那就看立法院6月7月有没有过啊 那6月7月如果过了 他才跟你谈福茂 所以我认为不会谈福茂 因为太敏感了 那您认为呢 就是有这个媒体报导认为 这个肖万长可能会私下提到 这个所谓的路客中转的问题 那你觉得这个路客中转的问题 对台湾有多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呢他在这个里面 会被具体提到的可能性有多大 因为我们台客在大陆是中转的 对 那路客到台湾却不能中转 那路客到台湾 去年已经有258万人 那事实上他们很多人 是愿意从台湾到第三国 所以这个会造成很大的伤机 对 对我们的航空业 对 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太小了 所以肖万长是不是会提到 这么细节啊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而且是跟总理提的 可能就是他周边的人吧 可能会跟他的幕僚提到这个议题 可是你说当面提这么小的议题 是有点奇怪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文化大学的教授郭正亮 到我们的节目上来做精辟的点评 时事求是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是史哲伟 我们再会 好的